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的再来如马可福音 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曾经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一同思想了不同的课题 其中一个是有关爱心 有关爱 神就是爱 他爱我们 他愿意拯救我们 愿意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也曾经思想过有关忍耐 我们在神的面前 神忍耐宽容了我们现实的罪 也让我们在跟随他的世上 也要存着忍耐 忍耐等候神的时候 忍耐等候着神在我们生命上 彰显他得胜的大能 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 那么今天我们再一次借着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信心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或者每一个在神的面前 领受了神救恩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信心 我们对神有信心吗 那么在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们一同来看到过 在这里面的第五节里面 我们请帮我们再回到 请同工们帮我们再回到 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 在这里呢 他所讲到的问题是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大家都相对来说 读过经文都比较了解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 耶稣呢 是在加百农 就是他常常侍奉主 来服侍神 来服侍门徒 来讲道的地方 也是他的一个 培训门徒的一个根据地 那么在那里呢 他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 还有很多信他 追随他的人 还有很多因着各样的需求 来到他面前的人 都聚集在那里 所以他每次的侍奉呢 都需要很多 都有很多的人在那里聚集 那么在这一天的这个侍奉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了人多 多到什么地步呢 以及没有空地可占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到了 耶稣是很受欢迎的 在他的 他是很受被欢迎的 那么在他的这些人当中呢 是不是都有 同样的 在神面前有领受呢 虽然欢迎他的人很多 但是大家的状态 却是很多不一样的 而神是知道人心的 其中有一个人呢 就是他是一个贪子 我们可想而知 当他贪子的时候 不瘫痪的时候 他是不能够自由地行走的 在这个时候 他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么帮助他的人呢 这里面很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贪子是很特别的 他的特别之处在哪呢 就是有人帮他 而且他非常地严重 有四个人抬着他来找耶稣了 他是有需求来找耶稣的 那么当他们来到主面前的人 我们不知道这四个人的背景是什么 甚至没有跟我们交代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四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是不时一切辛苦地 要把这个人 既然我们来了 我们就一定要到主的面前来 既然我们到这里了 我们就一定要让他这个贪子呢 能够进到主的跟前来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他就要来找来见人 来见到耶稣 因为人多嘛 他进不到前面来 所以呢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还很聪明 他们就去把房子的房顶都拆掉 当然那个房顶不是很复杂 像有一个天井一样 他们上去了 然后把一些拦阻拆掉 然后他就可以把那个摊子 从上面坠下去 然后他就拆通了 他们就把它坠下去 到了耶稣的面前 然后第五节这节经文 非常的宝贵 也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在第五节里面 耶稣怎么做的呢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贪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那么他们的信心 我们看这里面表扬了 称赞了他们的信心 而且耶稣看见了什么 耶稣看见了什么 耶稣看见 在人看见的是什么 是房顶被拆了 看见的是一个有病的人 有四个他的朋友们 把他抬来 放在了主的面前 这是人看到的东西 但是耶稣看到的 和我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他看到的是什么 是这些行动 一系列的行动 背后的这些人的信心 那么也很奇妙 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来的人 除了那个摊子以外 还有四个人 加一块一共五个人 为什么主只赦免了 那个摊子的罪呢 那四个人 为什么主没有说 在这里面没有说 你的罪赦了 他这个小子说 你的罪赦了 这是一个单数 对不对 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单数 但是当神 我们去面对 叫朝见神的时候 不管是朋友 带着他 他一起 还是和别人一起 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主看到 他们的信心 然后主就对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所以人 我们在这里 讲到 神看到的是人的信心 人的信心 人因为有信心 才会有这些行动 才会有这些行动 那么他们信的又是什么呢 他们在表达他们信心的时候 他们是怎样的来 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他 能够让他们 一定要不惜一切地 来到主的面前 是什么动力 来促成他 要到主的面前来 自己的需要 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第一方面 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很大 所以我们需要 找一个能帮助我们的 我们有很多的难处 我们有很多 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能帮我解决问题 能帮我把这 难处 能够让我从这难处中 出来的 我们需要 这是我们的需要 所以动力是你的 是人的需要 这是一个 很真实的一个感觉 当我们因着这些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 被很 被有动力 我们要去 来寻找 对不对 只要暂凡听说了 我就一定要去 就像很多时候 那么人生病的时候 知道有一种 有一种药可以治 然后呢 或者有一个医生 能够看这种病 那就不辞辛苦的 一定要找到这个医生 然后呢 一定要去 我记得 有一次呢 我的一个亲属病了 那么 是到北京呢 有一个这个 友谊协和医院 那么他能够专家 专门针对这种病症 有很好的治疗的方案 所以呢 我们就去了 到了北京 然后呢 我们就一大早的 就去到了那个 挂号处 就排队 结果我们一起的 我们骑得已经很早了 搭着早班车 然后就到了那个医院 那去挂号 然后我发现 我们到那已经太迟了 因为 等你到那的时候 他已经把很多的 当天的号 全都挂完了 然后因为第二 当天我们 我们还要赶 有其他的事情 要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就这样的 就说你这个迫切的心 你要你促成早去 然后到那去的时候呢 我们一看没有了 然后就有很多人 来找你了 说哎呀 你知道吗 我们这我可以帮你挂号 你知道吗 我们还有别的 我们有私下的 小的这个诊所 可以帮你的 我们这个医生在外面 还有其他的那个门诊的 然后很多的骗子 就都出来了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让你看到人 当时我们知道 这个肯定不会相信 那些医院之外 那些那些那个人的 那个 但是有的人就相信了 因为他们 批我们来的还晚 然后也很辛苦 然后我们今天不行呢 我们就去别的 其他事件 我们再来 或者怎么样 结果呢 他就 其他的人呢 就被他们这样的 讲说那你就去吧 所以他的迫切心是 我因为需要得救 我需要治我的病 所以当对方说 这个地方没有了 那我们还有更好的 所以他们就跟着去了 所以就受骗上当了 就很多很多的 就划出去了 所以你看到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需要来作为一个动力的时候 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你遇见神 很多时候可能会带你 在因为有需要 所以当你走向了偏差 你还不一定知道 等到你真正的花了高价 花了几千块 挂了一个号 然后真正到那去 医生说你这个不是我们这的 你这是假的 然后又不承认 所以这个是很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一个问题 需要是我们在这里面的 那么除了需要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方面呢 他们的动力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主看到的不是他 这里面没有说主 看到他们的需要 耶稣见他们的需要 就对贪子说 小子你的罪色了 而是见到他们的信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需要 但是不见得 你就会得着主的 救赎这道帮助 所以主更看重的是什么 他们的信心 那么这个信 他们信的又是什么 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呢 莉莉再大点声 耶稣可以能救他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没有交代那四个人 但是我可以有理由 我们可不可以有理由相信 那四个人是非常信耶稣的人 他们是经历过主 他们是对耶稣有信心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这个信心 这个贪子可能要放弃了 但是说你不要放弃 你有软弱 你有困难不要紧 但是这位耶稣 他能够帮你 他肯定能帮你 我们一定要带你 带到他的面前去 这四个人的信心 让神看见了 然后神对着贪子说 你既然来了 我就要救你 因为看到了你们有信心 对不对 那么这些人 他们对神有信心 就是信的是耶稣自己 对不对 而且这件事情 我们先放在这里 他们这个结果已经看到了 他们对主有信心 那么同样的 在这段经文当中 又有一个很强烈的 一个对比 耶稣在这里面 他看见他们就说话 然后我们接下来 第六节里面讲 同样在那个现场当中 很多人在围着耶稣 而且有很多的 这个有文士们 他们是犹太人的老师 他们是律法师 他们也在那里 来听耶稣的讲论 但是他们又是存着什么样的心 心态呢 疑惑 不相信 对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他们是怎么 你看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对比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当他们看到耶稣这样讲 听到耶稣这样讲话的时候 他们几个人在那里 坐在那里 做什么 心里头在议论 他们心里头在议论 议论说什么呢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见网的话了 当人把他说见网的话了 这一段就不再是议论了 而变成了什么 论断了 对不对 然后当你去论断 耶稣断了 断了他的案子了 说耶稣你说见网的话了 为什么说你说见网的话呢 因为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这是他们的知识 对不对 他的判断能力 他来论断耶稣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判断标准的 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 是不是 他们对神的认识是说 只有神能设罪 耶稣 你是谁 你可以设罪 你能说你设罪 所以你 结论不是因为你是神 这不是到这个结论 而是耶稣你说见网的话了 所以他的知识 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然后很奇妙的是 你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呢 他不是见他们的信息 而是耶稣心里知道 耶稣心里知道 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你们心里 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他们在议论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 所以这又显明了什么呢 又告诉我们一件 然后显明了什么 耶稣他真的是 他是无所不知的 对不对 他是神 如果你不能因为他的行为 他所做的 得出一个结论 他就是神的话 那么你心里所想的 他都跟你说出来了 那你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 太了不起了 对不对 你会给自己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论 可是这些人 他们是心里头 来断定了耶稣的时候 就不再在神的面前有敬畏 所以你看到 这些文士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也是来寻求神的 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也是有寻求的 他们也是有一些了解的 但是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对不对 他不信耶稣首先 他不信耶稣 还乱断了耶稣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就让他们得的结论是什么呢 耶稣接下来对他们 有个挑战 你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 然后耶稣给他一个挑战 我们可以看第九节 这经文很有意思 我们又读下去的时候 又发现里面 其实很奇妙的 一些的道理和真理 向我们显明 所以我们看 或对摊子说 耶稣接下来问 你心里为什么这么议论 他没有渴望 他们给他一个回答 他只是指出他们的问题 那些人来找我 我看出他们的信心 我给他们成就 你心里有疑问的话 我也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然后耶稣给他们 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你不是有判断的标准吗 除了神以外 没有人设罪 但是在这里面 耶稣就对这个 文士们和这些法利赛人 那些文士们 给他们一个挑战 一个问题 是什么 或对摊子说 你的罪设了 或说起来 拿你的路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 都不容易啊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 当人真正很诚实地 面对自己的时候 都知道 这不是我们人力 所能做的事情 这是很诚实地面对 我做不到 这不是我能做到的 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既然不是 人能做到的事情 那么一定是 神要在我们中间了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 所以耶稣给他 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 该怎么回答呢 我们很诚实地说 就是真正地 很诚实地说 多不容易 那么也可以想想 耶稣在这里面 是不是盼望 他们有一个答案 在神来 在人不能 在人说我们都不容易 但是对于神来说 这两者 有区别吗 罪得赦免 和你要你起来 拿路子行走 对神来说 哪一样更容易 对神来说 哪一样更容易做到 拿路子行走更容易 我们说神能做到 对于神来说 哪一样更容易 就是说 我们的思想 我们想象不到 神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用了多长时间 六天就完事了 是吧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第一天 就要有光 就有了光 然后要分开 然后要在 有空气 然后就六天时间 把很多的格局 就出来了 在神创造 整个万物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 六天就完成了 对不对 但是 救恩完成 花了多少时间 整个旧约都在预言 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 整个的圣经 整本圣经 六十六卷书 六十六 旧约有三十七卷 旧约有三十九卷 新约有二十七卷 三九二十七 这六十六卷书里面 头三章神创造 后三章 头两章神创造 第三章人就犯罪了 整个圣经 启示录最后两章呢 就是新天新地 神再来 在这整个的 从第三章开始 到启示录的 倒数第三章 整个的这期间是什么 就是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人能 在神创造的时候 有没有人的参与呢 没有 但是当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 有不需要人参与啊 需要 在神能不能 在神创造的时候 凡事都能 在神要设罪也容易 但问题是 人要一参与的时候 这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 就变得不容易了 对不对 神创造的时候 所有就有命力就力 这他不能起来 我让你起来 很容易的 很容易起来 就能走了 神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要人能够 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来 让这件事情 变成事实的时候 需要人用信心 唯有疑惑的信心 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了 需要的人很多 有信心的可不一定多 对上帝有信心的可不一定多 有对神有知识的人很多 对神没有议论 不论断的人可不多 所以人的困难 这里面跟我们挑战了一个问题 就是信心的问题了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救赎 救恩能够成就 这是需要一个人的信心 能够完成的事情 所以知识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将充满洋海和陆地 这在先知书里面的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如大水滚滚 如江河滔滔 在天地万物当中 都有神的认识 对神的知识 但是当你 什么样能够认识神呢 认识神 并神所拆来的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什么叫做永生 这就是得救了 对不对 得救了 你有认识的 有对神的知识 能不能变成对上帝的认识 认识神 这是两回事 两个不同的阶段 那么要把它们相连的话 你的知识 转变成认识 中间唯一连接的桥梁是什么 就是人的信心 对不对 你有信 你才能够变成对神真正的认识 而不再是知识 知识 可让你知道很多很多有关神的事 但是当这事情判论出现的时候 当耶稣真正神显明的时候 你就不会来救进神了 反而让你远离了 让你去做错误的决定 做了错误的行为 做了心理错误的想法 这就是一个困难 一个难处 所以今天教会是什么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是要创造人 是作为他的子民 是要和他有不认识的 是认识神的 是和神有关系的 但是困难就在于 犯罪以后呢 人不能够正常地认识神 所以常常让我们走向偏差的决定 走向偏差的一个知识 把我们引向了错处 这个仅仅有知识 而没有对神的信心的话 那么主今天要来 重新在这个错误当中 要进行调整 要改变 那么就要来 重新地让我们把知识 用我们的信心 把它变成我们对神的认识 你要真正地把你的知识 变成一个行动的时候 变成一种对神的 真正的认知的时候 这个认知会带给你一个 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这就是永生 神的永恒 就与它相连了 所以今天 我们都是蒙了神恩典的人 我们也都是对神有信心的人 所以这个信呢 可想而知 它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 一蹴而就的 是要一点点地来认知的过程 对不对 这个认识 既然谈到了认识 就不是知识需要积累 知识是可以积累 但是认识呢 也同样的是需要去一点点地经历的 经验的 一点一点地去经历神 然后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 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信心长大呢 敬畏神 我们要敬畏神 你要知道对他有敬畏之心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 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不是存着敬畏的心 不光是敬畏 那么不敬畏神的话 那么得到的是什么 就像很多说 犹太人他们亲近神 是想看神迹 那么西伯来人他们亲近神 他们想看的是什么 他们想看的是 求的这个 在他们眼中看 上帝的知识 神的智慧呢 远远地比不上他们希腊人的这个哲学 所以他们就以为上帝的知识 用他的知识来判断神的时候 就把他自己从信心的里面拿出去了 所以那么神要来拣选我们 首先我们对神要有敬畏之心 对神有敬畏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开始作为一个开端 然后我们不是停留在开端 而是要一步一步地晋升下去 这个晋升是什么 就是在凡事上去认定神了 认定神 所以神只是说 敬畏耶和华是一个开始 认识他 才是真正的需要的 那么信是什么 信心 在西伯来书上第十一章里面 第一节给我们对信心加了一个定义 那个信是什么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实底 是确据 什么样的实底呢 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你没有看见的 是你仰望的 是你盼望的 对不对 是你希望的 总之是你没看见的 这叫做需要用信心 那么但是它是底啊 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谈到的什么 信不是所望之事 不是盼望之事 不是想望的这个东西 而是在于这个底 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个困 也有一个 我们的信心也有一个阶段 就是说 我一开始是因为我需要 我没有需要 我们来救见神 另外一个时候 有的时候呢 我是 这个对那个事故 太有迫切地追求了 我太想要它了 然后我就努力地奋斗 奋斗 希望我能够得到它 人若没有信心 你也不可能得到那个结果 对不对 但是那和得救的信心 是两回事 因为你太盼望它 太渴望追求那个事情了 而你却努力地得到 现实告诉我们 当你一盼望的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 你得到的时候 什么 你会怎么样 得到以后会很开心 对不对 会很高兴的 我想问了 我得到了 我很高兴 但是这份高兴 很快就怎么样 你没得到的时候 你是渴望得到它 你得到它以后 你会觉得你多么好 可是你得到它以后呢 发现你还有新的需要出现了 然后就开始追出下一个目标 那你要是没得到呢 没得到就很失望 很难 很失落 对不对 很失落 所以这和炒股的区别又在哪里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股市 这个中国的股市 简直是跌宕起伏 让多少人都生病了 真的是病了 前段时间一只猛牛往上冲的时候 那热血都在往上奔腾 然后呢 一个一个大熊压下来的时候 就稀了哗啦的 几个礼拜之间就损失了 几百万都不见了 其中有一个新闻讲到一个女士 她以前就是小心翼的 小心翼的 我别趟着趟着趟着走 就终于涨了哑 说这回好了 今日都要大牛了 赶快投进去了 投进去以后 一下子亏了 亏了四百多万 然后现在千万不能跟她说 谈股票两个字 不管是谁 只要一谈股票两个字 浑身发冷 紧张冒汗 然后整个人都是瘫狂的 屋里头走来走去 所以她在家里头 不管电视关了不能听 新闻关了不能听 报纸连字都不能看 总之 所有的人不能对他提起两个字 一提的话就崩溃 所以病了 真的是病了 所以你看到 这些人真的为你自己所望的事 你清就所有的时候 心思放在上面的时候 这真的是很危险的 得到与不得到 结果就是一样的 也有人做过统计 就是买股票的 买649的买彩票的 彩票的得到那个中奖率 和你得到的结果 经过很多人的 就得奖的人 经过一篇的调查 最后的结果 你得到了 得中奖了 和你遇到一个大灾难的结论 结论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最后的结果 并没有带给你很多的快乐 让你持久的那种平安 持续的那种永恒的 这种平安喜悦 不是的 而是只是一时的 极度的兴奋 然后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原来没钱 生活还可以过 这下中了彩票了 工作也辞了 家里头什么都不干了 就去旅游去了 然后开始买大房子 买豪车 最后几年以后 钱都花没了 然后时间也都过去了 从现在找工作又很难了 其实结论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有很多人跟你做朋友 然后你的钱都给送出去了 最后自己其实 等到钱没有的时候 朋友也都不见了 其实结论是一样的 这就是说信啊 我们人很容易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很多的东西 价值的东西 看在那个所望之事 或者是未见之事之上 那个不是信心 所以在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 告诉我们 信是什么 它是那个底 它是那个确具 那个实底 那个确具 那么这个实底和确具是什么 就是神自己 上帝本身了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他有权柄 创造 他也有权柄 来赦免 法利塞人文士们的knowledge 知识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他的知识 不能让他得永生 因为他的知识 让他得出了错误的 对主的判断 他变成了论断 所以神说论断人的人怎么样 有祸了 对不对 那么结果呢 耶稣当他讲来这件事情啊 你对贪子说罪得赦免 还是叫你拿起路子来行走 其实在神那里 在人是不能 一样都不能 在神那里 其实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他有赦罪的权柄 他可以让贪子起来行走 因为他在很多的医治里面 在圣经上所讲的 说女儿你的信救了 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他都给人这样的医治 给人很多的帮助 但是在这里面 耶稣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 也明知道他来找他的 主要的目标 目的是什么 但是耶稣却说 你的罪赦了 所以在第十节说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在这里面 这是整个这一段经文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 就是要盼望把这些文士们 对上帝的认识 盼望能够变成知识 让你能够 真的是让你能知道 不光是你了解旧约 了解神的一些的事情 而是你能够有信心来回应 感谢赞美神 神啊 你有赦罪的权柄 今天这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们 我们就要来感恩来敬拜了 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把自己隔绝在神的恩典的门外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这是耶稣在侍奉当中 非常直接的 也这样的完全没有任何的 这个隐晦的来阐明 他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使命 和他的权柄 这是耶稣自己产明的 这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动力 和一个动机是什么 就是神能色彩 他不但创造我 不但让我生下来 不但让我活下来 他还能够救我 把我从各样的患难 无望可怜的光景中救出来 而且带我走得过得更好 每一天好好的过 每一步勇敢地走下去 这是神的能力 那我对这样的一位神要有信心 当你对他有信心的时候 你的结论是什么 所以耶稣接下来 在他先把罪设了 然后对摊子说 他都可以做 一句话就解决了 他说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然后这个摊子就 拿起褥子来起来走了 立刻拿起褥子 在众人面前就出去了 然后众人都 这件事情 大家看到的是结果 在这之前人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群人 然后来看耶稣 然后看到房顶 忽然间莫名其妙地被拆了 然后忽然间有这么一个人 被吊在这面 然后耶稣就和一些人对话 对话完了 就发现这个摊子拿起来就走了 这是人看到的 人看到了以后怎么样 非常地惊奇 那么惊奇以后呢 这神一定在我们中间了 神有他的作为 神临到我们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从来没见过 如果仅仅止于此的话 就到这这边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他没有结束 实际上就记录到这就结束了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地结束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些人 他们看到了没有 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 将荣耀归给了神之后 那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回应啊 仅仅是惊讶了的话 没有信的话 对他们也没有益处 对不对 他只是看到了一件神迹 在他们中间发生 而却没有经历神自己 只不如又多了一个新闻 一个见闻 而又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所以最后回应 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 回应神 同样今天我们 再次来读这些经文 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 来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来亲近神 我们对神的认识 还是我们对神的知识 哪一样占的比例更大 理论上是认识都更大一点 但是我们真的是 每个人状况可能不一样的 那你对主的知识和认识 有的人说我两个都不够 我都不够 一方面我圣经读的不多 教会聚会的次数 你和弟兄姐妹交流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也没记住几句神的话 对主的支持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知道一件事 什么时候我有需要 我跟他一祷告 好像神就真的 我就有平安 我就感觉到神跟我同在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我是个得救的人了 这也是一种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不够完整 对不对 不够完整 有的时候这个很危险 就是你常常活在这个摇摆当中 只有有事的时候才会想起神来 那么当你这样的一种需求的时候 那就真的是你就会层出不穷地 遇到不同的事情 这个也是上帝爱我们 为了这个事情能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 那因为有的时候 那我可能我已经读圣经读了很多了 而且我是这个聚会啊各种书籍 我看了很多 那我都知道很多 但是我知道这些知识 我有渴慕啊 可是我的信心呢 就是到了关键时刻呢 我就使不上劲 该用信心的时候呢 就全是知识出来了 然后这些知识呢 没有一样能让我得安慰的 今天这个知识 这个神学告诉我是这样的 那个神学又是那样的 结果两个神学打起来了 在脑子里面 这个不平安了 然后这个人说是这样 那个人说是那样 你说同样都是基督徒 怎么得到不同的结论呢 最后自己不知道该向着哪一面去走 那么这也是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不能得分辨 有一定的认识 然后也去咨询一些知识 一些的人的建议 但是最后呢 还是让自己觉得很难 这也是一种状况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状况出现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解决 这些呢都是可能我们生命中 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 会经历的阶段 但是它不是终点 我们要改变一些的 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从哪里来 首先有敬畏神是一个基础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神的 要对神的有认识 那么就是要 真的是 认识神的同时 其实也是认识自己 当我们越是认识自己 自卑的时候 不是追求信心的多大 当你越是自卑 谦卑 神就来到你的里面 来帮助你 有些时候我们 也有一个偏差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会比较追求那些信心 比如说参加一些的特会 一到一个特会里面 一聚会 哎呀 那我就信心被挑望了 然后就非常的火热 对神 我对神很有信心了 然后从山上一下来呢 从特会里面一出来呢 这个心呢 就好像一回到现实 就上不来了 又有这方面的困扰 有这方面的影响 那么就不断地参加一些特会 一些聚会 你看你这样的信心 很大 然后来帮助 他一讲道 或者是信息 给我很大的鼓励 让我就看见神了 但是这些东西呢 如果没很快地转化成 我们和神的认识的话 那也很快就 特会完了几天保持一段 然后新鲜过了 又回到那个常态当中 这是我们大家普遍 常常有的状态 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困难 就是说 我们对神的追求 到底该怎么样地追求 首先你要 每一天都要正常地生活 正常地生活 所谓的正常生活 什么 属灵的生命也需要正常 就是你要有神的话 在我们的里面 这神的话是什么 我常常鼓励出信的弟兄姐妹 就是说 整本66卷书 你能不能快一点地 把它通读出来 读一本小说 同样后的小说 可能两天三天就读完了 但是整本圣经 三十年也不见得能读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吸引力 和那小说的吸引力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 中解解说 你不能一下子把它一起读完 你短期内要把它通读 读一遍 读一遍 这个营养 当时你可能 我说我读不下去 读不下去 神的话 神说我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你没有记住 但是神的灵 会让在里面工作 所以当你真正地去读的时候 这些话等你需要的时候 它就会出来了 会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明白 这就是奇妙之处 所以鼓励出信的弟兄姐妹 后来我们大家还没有通读过的 你短期内尽快地把它读一遍 这是吃粮食 这是其中要吃的 然后呢 你要再想 我能够光读 通读一遍还不够啊 你还得 就是说每一天读几节 读几节叫什么 去咀嚼 把它这个植物之下的吸收 要把它咀嚼 把它倒嚼 然后慢慢地 它这个就变成了营养 能够放在你的里面了 所以呢 很多时候有良好的 这个读经习惯的人啊 他就会发现 当这个事情出现了 当他生活中遇到需要的时候 需要他运用信心的时候 偏偏神的话的时候 就会帮助他 就成为那个底 成为那个确据 换句话说 你怎么样能够面对 就是神的应许 把认识是什么 就是把神的应许变成了现实 把神答应的变成现实 什么叫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 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永生是什么 永生是对我们的应许 所以圣经上说 神所有的应许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神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就是永生 所以神的是应许 永生是应许 但是这个应许 谁能得到呢 神说 神爱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你有信心 你就把这个应许 变成了现实 对不对 所以认识 再准确点说 认识是什么 认识就是把你 神的答应你的事情 把它变成了实际 把你所望的那个事 变成了现实 让你看见 这就是 这个信心带来的这个结果 这就是认识的一个过程了 当然神的认识 就是一步一步地会增加呀 一步一步地会 会开始让我们去增长 去成长 所以就是让我们用信心把它变成现实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 有固定灵修习惯的 就是这样的见证 就是什么呢 当他在那时候 特别遇到一个环境 或者一个困难的时候 或者一个需要的时候 他就在这时候寻求神 可是就在他每天按部就班 读的时候 这些话就给他了安慰 给他的应许 然后这些事情慢慢地就 照了神的英语 他就把信心放在这上面了 和你从来不读 然后遇到失药的时候 一闭眼睛 祷告完了 一翻开圣经 一指 那个要有果效的多 那个准确率要高的多 因为你是有根据是习惯的 慢慢一点养成的 和你这样随便一点点的指的话 你指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就不是底了 不是确据了 对不对 是你的手 你的手要偏差了呢 如果你读的那经文有问题呢 那很多人都举过这例子 我们就不在这举了 那么你那么举是很危险的 而且那个神不负责任 你那个应许呢 就不能变成现实 对不对 那就变成自欺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变成习惯呢 就是要养 就是变成一个认识 真正的认识 只要有一个习惯 像你吃饭 不能一口就吃一个胖子吧 你小孩生下来呢 在那儿养大的 所以一口一口吃 一口一口喂 慢慢到了什么年龄 就吃什么了 慢慢脱离了这个奶 吃属灵的奶 然后慢慢可以吃干粮 然后可以自己去研读 可以慢慢地更多 就是一点点的要 要有这个规矩 有这个规矩 那么 手灵的 我们的信心 才能够要养育起来 那么在关键的时候 真正要有信心的时候呢 神要像 知取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你就要不疑惑 不疑惑而坚定地去相信神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 这得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说一天 你从来没对人没信心 批批这个时候 人一说 你就马上就有信心了 不是的 当你真的人家 世界上一说 一给你应许的时候 你出来的不是对神的感恩赞美 出来的往往是我们怀疑 因为我的习惯 我的经验 因为我的知识 让我造成了 我不能相信这事是真的 先怀疑出来了 那怀疑出来了 越觉得这事就是真的 就是这么回事 慢慢地怀疑导致不信 不信呢 就得不到这个结果 得不到平安 也得不到 然后呢 说你看我 这样很多人挺有意思的 圣经上不说了吗 主不应许他的门徒吗 因为他在 最后一次 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从那个博大尼 出来要回耶路撒冷去 从嘎赖山上下来 看到有一棵五花果树 他饿了 他想吃那个树上的果子 然后他在树底下 找找了半天 一个果子没有 然后满树都是叶子 然后他就对这个 无花果树说了一句话 大家还记得他说什么吗 读过这经文吗 在四福音里面说的 很多人点头 有些人茫然 那回去好好读读 圣经上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 从今以后 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说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树就枯萎了 就死了 然后他的门徒在他身边呢 你知道耶稣在圣经上 从来没有这样做主过什么的 对不对 在四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 只有这处 他说 你有目的结果子 然后呢 这就枯萎了 他的门徒很惊讶 主啊这是怎么发生 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 你们若有信心 也可以行这件事 而且还要行 比这更大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这事也必成就 你信吗 我们点头信啊 同样的一段经文啊 有的人读到这呢 然后就这是个真事啊 就是到教会里面 去讲了这个经文 然后呢 正好那个地方呢 就有山 这个村庄呢 前面就是一座大山 然后呢 读了一段经文以后呢 然后这些弟兄姐妹说 你看神说了 你有信心你就 让这个山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然后当天晚上 他们就说 我们要 我们要把这个话 成为一个实际 我们要祷告 求神把这山挪走 然后他们就 同心合一在那祷告 祷告完了 就算会了 就回家了 第二天天一亮 一开门 见山 开门 见山以后呢 然后就说了 说了一句话 你看我就说嘛 这是怎么能成嘛 那你说他是有信心 还是没信心呢 他也照着神的话去做 照着这个话去做 结果呢 是他有信心 没有啊 没有 那所以 人啊 有的时候我们 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你真正对主 对上的有信心 你向神所求的时候 神因为他明的缘故 会为我们成就 不管是多大的困难 多大的难处 在神没有难成的 神是可以做到的 神是可以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的 神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让我们坚定的是 那主点在那个信心 而不是遗山的这个 这个事件 这个神迹的出现 我们盼望着问题解决 我们盼望我们的难处 被挪走 但是你信心 要操练这个信心 是前面的前提啊 所以我们读圣经 不是照着这个 前面应验了 后面我们就要来 前面圣经上说了 我们就要来实现 也有很多人 也有一个 在韩国赵荣基牧师的教会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韩国人的教会 几万人 那个会众 然后呢 他当早期的时候 他们当中曾经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 他没有礼拜堂 还没有聚集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 一些聚会所嘛 就是一个聚会的聚会点 其实就是 然后呢 大家呢 就到聚会家里面去祷告 他们是很努力追求 很渴慕主的 然后呢 一起到了那个地方 去寻求主 祷告完了以后呢 因为下雨嘛 就把那个路上呢 就有个小河 那个河呢 水就涨了 涨了呢 有个小桥 那个桥就被水淹了 淹了以后呢 等他们去散了 会要回家的时候 要过这个河 就过不去了 然后那个桥被淹了 他们就等着等了 说你就等 咱就别回去了 再继续回去 继续聚会吧 继续祷告 等着水慢了 散了 咱再回家 或者等着又天亮了 百度传过来的 然后其中呢 就有几个人呢 就说 不能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 我们不能那个 对神没信心 我们就轻易地就走了 遇到难处 我们就不过去了 那你怎么过呀 他说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那你怎么样的信心呢 神不说了吗 耶稣在传道的时候 不是在海面上走吗 他的门徒在船上 船上遇到了大风浪了 然后那个 耶稣在海面上走去了 然后他的那个 门徒就害怕了 说有鬼魂来了 耶稣说 是我你别怕 然后他的门徒彼得就说 主啊 如果是你就让我下河 我就下船 我走到你面前 耶稣说 好你来吧 彼得就下去了 然后一下去以后呢 看风浪大就要沉了 就喊主啊救我 然后主就把他救上来了 是吧 有这么件事 是吧 大家都记得 然后耶稣上了 把那个彼得带上船以后 耶稣说什么 对彼得说什么 你这小信的人呢 对不对 你的信心在哪里 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 然后他们也把这段经文 拿出来了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不能像彼得一样 我们要对神大有信心 然后呢 就没有船 又没有桥 然后呢 就可以桥又看不见了 然后就汤着水就下去了 然后天亮了以后 在下游把尸首落下来了 那你说 那你说 他有没有信心呢 那他信的又是什么呢 他拿来圣经的一段 然后他就把自己放进去了 入情入境地说了 进去了 那他信的是什么 他是不是有信心呢 可他信心造成了这个结果 那是上帝很可怕吗 不可 所以问题是 耶稣是对彼得说过 你来吧 可是耶稣那天 有没有对那下水的人 说你来吧 那耶稣没说 你下去了 那谁负责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信心是什么 我们太过相信自己 或者相信我的经验 或者我觉得 相信自己的信心更多 可是 神有没有对你说话 有没有借着祂的话 祂的道 祂的真理对你讲话 有没有对你说 当你病的时候说 孩子你不要怕 你经过水火 你不治遭害 我和你同在 有没有对你说这话 当你真正地 在难处当中的时候说 这即使众人都离弃你 即使你软弱 你孤独 但是我仍然爱你 我和你同在 这是 神对我们说话 这叫做认识 对不对 不是一个普遍的 一个传统的 或者是一个 一个普遍的 一个原则 我们大家都去 都去这样地放 而是让他在你一刻 跟你自己发生了一个关系 这叫做 对神的真正的认识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说 我按照明 把你们照到我的面前来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我按照明 认识了你们 你是我的羊 那我认识你们 羊也听我的声音 对不对 羊 是主的羊 就听懂得听主的声音 所以这个东西 怎么操练呢 一次两次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 你就能听得见了 所以信心 不是一下子就出来的 信心要成长 必须要有基础 就是神自己的道 神的话 今天这个话 已经给我们活化出来了 在耶稣已经给我们成就了 十字架上的救赎 那么我们今天 对他还没有信任的时候 要把我们的心 把所有的 拦住我们的 把它挪去 当我挪不走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 他说 你们若有缺乏智慧的 可以求那厚赐于百物 也不责备人的神 他就必赏赐给你 若有人缺得缺少智慧 你可以求神 那么智慧是什么 就是对神的真正 真正有智慧 就是懂得这个信心 对上的有信心 你要缺乏这个 你可以求神 他会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足不要紧 重要的是 我们要来寻求他 要养成一个很好的 属灵的 跟随神的一个习惯 交流的习惯 我们要来寻求神 来寻求他 然后慢慢地 让我们的生命长大 其实我自己呢 从小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 因为几代人信耶稣嘛 他们大家的经历 看到的也很多 所以这个属灵的前辈呢 就常常地 就是看到你很多的这个长辈 那所以呢 我有一段时间呢 就非常的困惑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信心 我是信心很小的一个人 然后呢 又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因为我的 读书的时候 就是说我只选理科 不选文科 因为 这个凡事就是比较理性思考 理性破不了关的 你让我投入感情 投入其他的 有点不着边际 扣不上题 所以呢 就这样的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 那么要动用信心的 可是在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有那些属灵的长辈在嘛 那些家长在 他们呢 对神都是很单纯的信任 那个时代 然后呢 他们就凡事都仰望祷告主 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这是我慢慢记事以后 他们告诉我的 他说你知道吗 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恩典 我说什么恩典 我不懂啊 我就觉得你们的信心 然后你们生活都不错 家里头那时候 就七十块钱的收入 养一家十口人 那每一顿 我们都有那个 吃的都不差 长得也都不错 所以就觉得 那这不是神迹吗 我说这些就是猛了恩典了 就活在这个猛恩典的 这个圈里了 根本就不觉得怎么样 动用自己的信心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这个家人就跟我说 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你神是猛了 神恩典的人吗 就说 你知道你生下来是什么样子吗 我说我生下来 我没当然看不见了 你没给我照片让我看看 那时候也不 都要上理发 就是没有那个傻瓜相机 没有那什么手机什么的拍 都要到那个 这个就是那个 照相馆去拍 然后还有那个彩色照片 都是画出来的 所以呢 我就说 那时候也没给我照片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什么样 他说你小时候生下来的时候 你刚出生的时候吧 是很费劲的 因为呢 头比较大 所以呢 脐带呢 在妈妈肚子里缠在脖子上 出不来 然后卡在那儿 生了一天多 你妈妈很痛苦 然后生出来之后呢 都快把你断气了 然后还好好流了一口气 就存活下来了 那时候吧 也不算太大 反正五斤多 对于中国人生的孩子 五斤多就不算大孩子了 就是比较小一点了 而且还是不是那个不到期产的 是已经过了予产期了 过了半个多月了 就出不来 所以最后呢 反正生下来又是这么小孩 就活下来了 然后就挺感谢主的 反正活了就养着呗 然后结果呢 满月了就发现呢 这个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右边的这个脚啊 脚心是在上边的 就是这么个孩子 那你小孩的脚 都是这么挫着嘛 在一起卷的时候 你看不见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现在等到大一点了 你可以穿衣裳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他这脚心在上边 你这怎么拧了 他掰过来 他又回去了 掰过来又回去了 然后说这撑下来 最后没办法 送医生那儿去看 医生说这是个残疾 足那番天生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没救了 长大了以后呢 手术吧 给他矫正矫正 说不定能那个好 但是那好呢 那也没人保证 讲来也就是个主拐的 坐轮椅的 就是这么个结论了 所以这医生就给下了结论了 然后呢 我家里都全都 我妈妈就很伤心了 第一个孩子 然后全家人都灰天 都很灰暗了 但是那时候呢 我家里头 我妈妈的奶奶 是个在住里面很有信心的人 她信什么呢 她就相信了 说神啊 这孩子是你给的 你要是不许可 她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你许可她发生了 你有解决办法 儿女是你给的 所以这儿女也当归给你 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把孩子先奉献给你 这是应该做的 所以我们奉献给你 这孩子一生都在你手中 你想怎么对待 就怎么对待 你能医治 你必能 我相信你能医治 所以就跟我父母说 你们愿意为了孩子 她奉献了 所以我父母呢 那时候当然了 那就说啥都听了 其实他们并不多么追求 就是信主了而已 信了而已 平常都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所以长辈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奉献了 就这样就把我奉献了 奉献了以后呢 就是天都奉献了 都阿门了 然后就这么就完了 偏偏的完了就完事了 你没办法做嘛 该怎么样 喂奶 该怎么养 就怎么养着 然后呢 神就感动一个老中医 也是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从来没遇过这种病 然后他就说 这个 一个小孩嘛 可塑性很强 能不能我用我的中医的推拿呀 小孩推退呀 拿不拿不 是不是有没有 看能不能改变过来 这谁不知道保证里面长啥样啊 所以只能把它 形状上可以调整调整 调整过来就算 调不来拉倒呗 反正我们也尽力了 所以呢 他就这么交托给主 就说我有着感动 你愿不愿意把它交给我 然后说可以啊 然后就每天抱着到他的诊所去 然后他就捏一捏 反正我吃饱了就睡 睡了就把小甲板 小纸壳给缠上 就这样的 六个月的时候呢 就证过来了 就两个看起来都一样了 貌似一样了 但是不知道里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就抱到北京去 就到医院去 儿童医院去检查检查 医生说我们也看不出啥玩意来 你做S光 所有的我们也看不出来 你回家自己养吧 养好了就算 反正养不好 那也是天生的 你就别难过了 就这么就抱回家了 结果等到我记事的时候 我啥也不差 能跑能跳的 每走一步都挺勇敢地走出去的 每过一天都很快乐 好好地过 所以从来都不觉得 这有什么事 然后神说这是神给你的 所以那时候 从我听到家人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说这是我父母的信心 这是我家人的信心 是我长辈的信心 跟我没关系 所以当有一天 我这些长辈都不在的时候 他们都过世了 离开了 都走了 所以我这心里头就发现 心里没底 这时候才发现 自己跟神的关系有问题 原来靠着人家 那个属灵的长辈的时候 你是觉得 人家在一起 人家祷告 人家神吹听 你就沾了光 还觉得自己脚不错呢 然后等到他们都不在的时候 你忽然间发现 你的遮盖没有了 被你带倒都没有了 要你自己去寻求神 凡是仰望主 凡是寻求神 在凡事上都要坚定不移地 勇敢地迈出一步 好好地过每一天 每一分钟的时候 发现真的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说 主啊 既然你给他们那个信心 是不是我也能长成那样呢 是不是我也能对你 信心能够出离这个光景 能够变得大一点呢 就开始寻求神 所以主说 再人不能再神他都能 你要对我相信我 你要来跟随我走 你是我的羊 所以你跟我走吧 那我说好 那就交托给主 跟属走了 主你怎么带领我 就怎么跟随你 所以在凡事上 就开始慢慢地去经历神 这是一个过程 其实没有哪一个人的属灵生命 是一下子长大的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这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能否有信心去回应呢 能否得到神呢 主看见了人的信心才成就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不要只局限在这个环境 看得见的 脑子想得过的 而是要真的跟神有一个认识 有一个关系 这就是信心的功课 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 我们有一同的思想 盼望我们大家的信心 都能够有实底 有确据地往上涨 咱不追求一步 像猛牛一样地冲上去 但是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 对不对 让我们的生命有基础有根基 神是信实的 祂已经给了我们立了这个基础 就看我们在祂上面 到底有多少的摆放 真正追求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乃是神 因为谦卑在祂的面前 你得到的就会不一样 让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的讲到到这里 请我们的敬拜小组带我们 这个做回应 回应时刻